宁兰社区发展协会参加110年社区评鉴卓越主别 在评鉴委员到达社区时 社区民众以及学童 搭配音乐节奏表演多项乐器迎接委员的到来 不仅让评鉴委员感受到社区活力和幸福的氛围 也展现社区凝聚力和成果 那其实宁兰社区因为是景邻这个猫罗西 那所以说他们的自主防灾救护队的部分 一向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这是其他社区所少有的 宁兰社区也争取到卫武部大旗舰计划的一个补助 因为县长对于社区发展的工作也非常的重视 那县长这边也特别在给予补助 这个二十几万元的经费 那除了不仅是宁兰社区能够在往上提升之外 那另外大旗舰所带领的其他的社区 也能够同步的成长 亿南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月明表示 自主防灾唯一亿南社区的特色 在评件中也特别纳入评件重点当中 亿南社区说起来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自主防灾 重点是把它抓于这一次的评件最大的特点 我现在我们社区的课程也可以说一到五 每天都有不同的课程 还有我们家人参与文殊 参与大人都圆化很多 先云章大则表示 亿南社区在自主防灾 儿少陪伴以及长辈的关怀上都做得相当好 也感谢蔡理事长对于社区发展的用心 那亿南社区平常不管在自主防灾 或者儿少陪伴以及这些长辈的关怀 这部分都做得非常好 也希望这个在未来不管哪一个面向 尤其我们今年亿南社区争取到全国这个大旗舰的计划 它即将带领着五到六个社区一起来执行 我想这个以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不只是亿南社区做得好 我们南投市的其他社区都可以一样做得更好 那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都可以来到亿南社区给他们加油鼓励 当然平常我们也可以关心我们生活周遭的这些社区 现在都有很多不管是照顾长辈 或者是小朋友的陪读陪伴 我想都是希望我们每一个民众的生活都可以越来越好 亿南社区在今年也争取到 微补部大旗舰计划经费补助 尤其县府也特别另外补助约20多万元的经费 除了期许亿南社区未来持续进步 另外大旗舰所带领的社区也能够一同来成长 接着出门去南投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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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出门去南投采访报道